非常信赖的朋友 然后他们当中也有信赖 将找信赖的朋友制造惊喜 不小心讲成性爱 歌手古巨姬的口误 便注定这场宣传通告会歪楼歪到底 而带着全新大碟回归歌坛 恰巧碰上结婚满周年 让古巨姬也想顺便来场巡回世蜜月 我很幸福啊 对 先顺自己一切 然后充满了幸福 你看我多厉害当手就能射 哎呦 哎呦 你当手就能射 古巨姬回忆起当初结婚的细节 只说一点也不浪漫 就是两人签字登记结婚 更没有求婚的桥段 因此特地安排她重现走红毯的画面 无奈老婆大人忙着逛街购物 只好请女性工作人员戴着面具 充当山寨版的古太太 心太特别漂亮 心太美哦 你平常漂亮多了 真的 你眼睛怎么了 每当明星结婚 总免不了被问生子进度 原本古巨姬还听不懂何谓做人计划 等了解后竟巧妙地将自己比喻为农夫 而生小孩这件事 当然就是播种施肥 对那个那个种植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所以我们俩都是好的农夫 我们会有沟通 YES威乐讯判中心 特别报道